其实现在韩国泡面在台湾是很受到欢迎了 现在被验出有致癌物质 业绩会不会受到影响 已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就是因为韩国泡面口味独特种类多 面条比较不会煮嫩 在台湾有不少忠实顾客 就是因为卖得太好了 现在还有业者专门卖这种韩国泡面 就放在店门口最醒目位置 架上一整排通通都是韩国泡面 就知道销路有多好 一个礼拜都会吃两次以上 因为也有去那边玩 所以觉得还不错 所以就是很怀念那边的味道 对 修道商机各大量饭店 也都卖起韩国泡面 业绩吓吓叫 韩国泡面几乎占一果泡面达7成5 还有团贡王打出韩国泡面批发卖场 不管是虚拟通路还是实体店面 韩国泡面业绩开红盘 不过现在金爆两款泡面 在韩国被验出微量致癌物 能否延续热买商机 就看业者如何拿出检验报告 挽回幸运 这些周聪玉的小影台北采访报道